好,大家好,去到數據庫的第二課 今天我們探討一下如何去做數據庫的設計 當然,因為不是選手庫部份,而是 core 部份 我們是核心部份,所以我們去到淺一點的浸泡 當然我們今天有兩個學習目標 第一個學習目標就是我們要懂得不同的數據層次 一會你們應該會知道是甚麼 另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知道數據庫裏面的結構是怎樣的 這兩個是我們的學習目標,希望我們完結這課也知道 好,數據庫的層次 其實數據層次我們分為四層 第一層叫做欄位 第二層是紀錄 三層是表格或資料表 最後一層叫做數據庫,那即是甚麼呢? 我旁邊有一個數據庫的樣子給大家看看 好了,我們看看第一層,藍位 你會發覺原來 這些 我們一棟一棟的,我們會叫做藍位 藍位 好了,譬如姓名是一個藍位 學號是一個藍位,測驗1,測驗2都是一個藍位 有些像Excel裡面的英文字母,我們叫Column 好了,接著去到紀錄了,甚麼為之紀錄呢? 原來就是發覺一個打橫全部 全部圈了所有 打橫圈了所有藍位的 那個就叫做紀錄 好了,譬如我這班裏面有24個學生 所以我理論上就應該會有24個紀錄 可能當中有些紀錄是不存在 譬如小妹可能她沒有測驗 我沒有就分到下去,沒有就分,甚麼都沒有 但問題我們都會當這個為之一個紀錄 大家要記住 即是說不一定要所有的數據 我才叫做紀錄 好了,第二個 就是一個表格 甚麼為之表格呢? 表格的意思就是 由藍位組成,然後有很多紀錄下 這個大框框我們就叫做表格或資料表 我希望同學就掌握到這個知識點 藍位,有很多個藍位 紀錄是橫的 如果我有些紀錄不齊全的話 我都會叫這個紀錄 最後就是一個表格 表格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紀錄去組成 好了,甚麼是數據庫呢? 這裡你看到有很多個表格 把所有表格都放在一起 這個我們就叫做數據庫了 即是說在我們來說 我們要注意 在數據庫層面來說 理論上我們應該牽涉到 要做很多表格上的設計 因為數據庫本身就放很多表格在一起 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大家就要記得 OK? 藍位,紀錄,表格,數據庫是甚麼 好了,至於在數據庫的結構上又怎麼做呢? 你會看到我們通常這樣寫的 譬如說 我這個表格裏面 數據庫裏面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裏面 有甚麼的難位 有姓名,學號,測驗1,測驗2 你看到如果我描述一個數據庫結構的時候 和我真的把數據庫結構在數據庫上 是有少許不同的 有意,姓名,學號,測驗1,測驗2 現在是一動一動一動去做的 然後有些紀錄在 但如果我純粹在描述這個數據庫的時候 你看到就是會有 姓名,學號,測驗1,測驗2 當然,你會看到我為什麼無緣無故用英文 一般來說我們數據庫的系統都會支援英文 所以我們就盡量避免打個中文 譬如藍位名叫姓名 但我們要解釋對別人聽的話 我們也會有幾個藍位描述 好了,然後姓名這個 究竟是甚麼數據類型 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 我們之前在我們頭一兩課的時候 學過一些數據類型的 文字、數字 真假值、日期等等 譬如這裡我就說 我姓名這個欄位 就是叫做Name 名字叫Name 即是我在數據庫層面 我就會叫它Name 我知道是姓名 然後它的數據類型就是文字 它的數據類型是文字 好了,接著就 它的長度就是25 長度就是25 OK 好了,接著又去到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就是 學號 它的名字叫Nam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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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然後它的數據類型是數字 是一些數字 它的長度是一個整數的長度 我們不會寫1,2,3,4,5 如果是數字來說 我們不會寫1,2,3,4,5 我們會在描述中 這個長度是整數 或者是實數等等 OK 好了,然後如此類推 測驗1,測驗2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一個數據庫的結構 OK 大家看一看這裏 好了,當然 去到這裏就不足夠的 你看到我有個表格 上面這個表格和剛才的差不多 有聲明學號從測驗1 而去到這裏呢 你看到當我們做數據庫設計的時候 如果我設計到上面這個表格 那就會說你錯了 我們就要變成下面這個表格 下面這個表格你見到多了一樣東西 就叫做關鍵欄 關鍵欄 那什麼為關鍵欄呢 好了 那你先幻想一下 一間學校可能是很多學生 如果我在上面這個數據庫 或者這個表格的時候 我就叫譬如說 陳大文出來 陳大文的數學分幾分 陳大文7.1幾分 陳大文可能是出現很多次的 我們不能夠很準確地找到那個學生 所以我們變成這個數據庫的效果 效能就不是那麼強 但是我們加了這個關鍵欄就不同了 譬如 學生編號001出來 只有一個學生出來 你不會有幾個學生出來 好了 所以記住 當我們知道數據庫設計的時候 是怎樣 什麼結構 什麼層次的時候 我們記住要加一個關鍵欄 而關鍵欄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關鍵欄一定要獨一無二 所以正常性命是做不到 因為可能有重複性命 而是必須要填寫的 譬如假設原來我測驗一是可寫可不寫的 這個就一定不能夠做到關鍵欄 第一個原因 它有機會重複 大家都有兩個同學獲得100分 第二個原因 有機會沒有不填寫 所以大家要記住關鍵欄 我很想大家記住今天說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們的數據層次是什麼 第二件事 我們的數據庫結構如何表達 當我們懂得用這個數據庫結構表達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加關鍵欄 好了,今天的思考題 剛才說了 為什麼要加關鍵欄呢? 剛才我輕輕賴過說 效能 但是究竟關鍵欄和效能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同學去到這裡 想一想 然後我們在課堂討論 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拜拜!